好了來啦 這個就是 剛才看到超級精緻的豆腐 啊啊啊 好大事 我覺得自己是古代趕上班的人 Ton Ton Marty出來了 午餐時間到了 我們來了一個非常美的庭院 而且是由一個別墅改裝而成的餐廳 而這裡吃的東西很厲害 就是壞正料理 都不知道如何吃好了 你看 超精緻 這個應該是蛋 這些真的不放在口裡吃 你都不知道是什麼 你看 真的想不到是什麼 好了來啦 這個就是 剛才看到超級精緻的這個豆腐 它是一個淡淡的菜湯 裡面有一種很特別的香料 哦 它不是普通的豆腐 它是魚豆腐 嗯 好像在吃魚蛋 但是呢 又有一點豆腐的質感 你猜一下這個是什麼 哦 哦 好像潤唇膏一樣 醃菜 再來這個 茶碗蒸是嗎 嘩 嘩 你看看這個東西一點都不普通 馬上試試一下 嗯 嗯 好像加了蟹肉羹的蒸蛋 這個飯呢 剛才下面要燒的火 現在關掉了 那應該就可以了 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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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哇 魚肉的飯 不止這個飯 還能吃火鍋 正 這個 我先學它 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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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沒有試過用魚打火鍋 我去打火鍋 不會叫壞魚片 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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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真的不相信 一個魚這樣放進水裡 是有這個味 很美味 它本身是一個非常清甜的魚湯底 而且不是平時的煎魚湯底 那種 是一種清甜的魚湯 難怪魚一放進去 它不是大滾那種煮熟的魚 是用一個很低的溫度浸一浸 所以還是很軟熟 加上這個湯的味道非常非常清淡 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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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些魚呢 這些這麼細緻的東西 才能呈現到那個湯 那個香味 我最喜歡是這個魚 看到嗎? 還有少許半熟偷味的狀態 嘩 三塊真的不夠 偷人來的 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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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個是杏仁豆腐 如果我沒有猜錯 這很好看嗎? 是韓天來的 是比較大的 很清淡 沒什麼特別的味道 是 很厲害 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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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开心 非常满足 环境又美 东西又特别 又精致 整个配套的感受是很舒服的 它不是为了你们游客来 特意做饰饰做水 做到懒得有风格 不是 这里本身是这样 本地人都会来的一间餐厅 这里就是京都的南山 我们稍后还会坐人力车游览 这里有一个圈子 看到吗? 高级豪华之旅 还有超级英俊的 人力车师傅 哇! 哇!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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像 搞定 准备出发 哇!哇!哇! 哇!师傅讲中文的 哇!再加雪景 哇!你看这个 这个镜子 这样拍 哇!日剧的 哇! 粉丝福利 你看这个 这个角度 哇!我们在下雪之间 这边坐着人力车 现在我们抹大口就可以吃到雪 啊!啊! 接着雪 哈哈!多糟糕 那整个过程 大概是半个钟左右 哇! 走马路啊! 哇!这份工真的难做 啊!好大雪 哈哈哈哈 先把寶貝奔回 好像在玩過山車似的 我想我一個星期都會變成它的身形這麼棒 哈哈哈哈 我們進去了 嘩 可不可以停車買食物 可以去麥當勞嗎 嘩 只是坐人力車才可以進去的路 所以呢 大家如果想進來這裡就要乘人力車了 嘩 好像去主題樂園一樣 其實整條路徑又不會說真的很長 因為你都看到 它拉著人力車都是大概半小時 所以大家喜歡就可以來右覽一下 自己走就行 如果你跟家人那些 我都建議大家可以試試人力車 即是老人家那些 他們會開心一點 然後途經就有一個神社 野工神社 野工神社 嘩 火車路 嘩 我們經過了 嘩 我們經過了 衝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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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叫人做事很爽 哈哈 不要搜多多 雖然就借摸近了 那麼遠 嘩 我們又來另一個竹林了 你看看 嘩 壯觀啊 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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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覺得自己是古代趕上班的人 你看看現在 非得上班 十萬匹馬力 我覺得呢 如果你還在爭論什麼汽油車啊 電動車呢 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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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們正在說的是人力車 還環保 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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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辛苦啊 你真是不好意思要求再遠 其實真的夠了 這個 走一個圈我覺得已經滿足了 這裡就是渡月橋了 很多人會來這裡拍照 你現在未必看得出有什麼特別 但如果你是大概11月份的時候 這裡整個藍山 你看到沒有樹葉的樹 全部都是紅葉 非常非常非常壯觀 所以大家如果想來 你也可以就紅葉的時間來 就可以多些特別的東西看了 好 我們回到起點了 非常之好玩 今集來到這裡記得點讚、Facebook、Follow、Instagram 訂閱、喜歡可以加入會員贊助 有不同級別需要大家的支持 還有我們服侍了4、3、4、5的新別 還有不定期的Live 就是這樣 下次再見 Bye Bye 下一集我們坐豪華幼輪 吃著芝士蛋糕看夜景 再去洋蔥產地淡露到 食得獎的洋蔥名菜 歡迎收看